核融核反應的條件不在了 假設比如說你有任何外洩或者是爆炸 假設有這種狀況發生 那它其實瞬間它能夠核融核反應的條件就不見了 它就自然就停下來 所以在以電廠的角度來講 它是相對安全的 歡迎收看善科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神聖勳法蘭克 今天我們邀請到國立成功大學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的張博宇教授 要來聊聊核能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核能 不是現在我們就大家已經廣泛使用的核分裂技術 而是要談的是下一代的核能趨勢 也就是核融核技術 那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先歡迎張教授 那也跟觀眾朋友們打聲招呼 OK好 各位觀眾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張柏宇 那就是現在是成功大學太空影電漿科學研究所的副教授 OK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OK 那雖然長期以來呢 核能發電就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反對的聲量 但不可否認是說 核子科學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研里程碑之一 那尤其是去年看過奧本海默電影的觀眾朋友們 其實對這段歷史應該會有更多的認識 那其實人類從1951年開始呢 就利用核能發電 那只是說當時還是一個實驗的性質 不過呢在接下來的短短幾年內呢 核能發電呢就快速的發展到了商用領域 那世界各地也陸續的蓋起了這個核電廠 那有一些核電廠的使用的技術呢 他們其實就是核能裡面的核分裂技術 那跟我們今天要來跟張教授深入探討呢 則是另外一種應用 叫核融核技術 OK所以我們能不能先請張教授呢 就是幫我們大家介紹一下核融核這個技術 另外就是說他跟核能發電現在使用的核分裂技術 它的不同點在哪裡 基本上核分裂跟核融核我們從名詞來看 就可以看出來一個是分裂一個是核在一起 那所以核分裂來講就是我們有一個大的原子核 那我們想辦法把它打破 打破以後它會產生蠻多小的原子核 那所以我們就要分裂 那在這中間過程中會損失一些質量 那它可以轉換成能量 那核融核的話就反過來是融核 所以我們是想要把一些小的原子核 想辦法把它壓在一起 那融合在一起 那結果會是它會變成大一點點的原子核 但是總共的質量其實也是減少一點點 那一樣減少質量就可以轉換成能量 那這也是我們能量來源 所以一個是從大的把它打碎成小的 這個核分裂 那核融核就是從小的把它融合起來 以後變成稍微大一點的 謝謝教授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幾個數據 就是根據台電2018年的資料 台灣的火力發電廠 能源轉換率最高的是林口電廠 那每年大約發電的度數是110多億度 但是要消耗的是370多萬噸的煤 那天然氣發電的效率最高的是通銷電廠 那每年大約發電的是150多億的度數 但是消耗的是27.6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那這樣的消耗呢 不管從電重量還是體積上呢 聽起來都是非常的驚人 那核電廠的話呢 不知道一年要消耗多少噸的燃料呢 想請教一下張教授 那我們以能量密度去簡單估算 那核融核能夠產生能量密度大概是核分裂的4倍 所以我們以這樣的方法簡單估算起來 我們大概一噸的核融核燃料 像當然我們所謂刀跟川 一噸的話大概就可以產生將近300億度的電 這樣以這個估算起來是這樣的數字 了解那我想再繼續請教的是說 如果用這個觀眾朋友比較熟悉的風力發電 或是太陽能發電來比拼的話 他們的這個單位面積的發電效率又是如何 好那我們就是有學者其實去統計了全世界的電廠 去估算統計了單位面積可以產生多少的能量 那他們有統計了核分裂 也有統計了風力 也有統計了太陽能 那一樣我們可以簡單從核融核跟核分裂的能量密度的去 去比例去算起來 那最後期望的就是以這樣的估算起來 核融核單位面積產生能量大約是太陽能的100倍 那大概是離岸風天的1000倍 了解 那說到這邊呢 就是觀眾朋友也許對核融核發電有非常高的期待 那其實科學這一直流傳一句話 就是核融核的這個商業應用呢 距離我們只有20年 那但是就我所知呢 這一句話其實在國外可能已經講了非常久 大概50年左右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為什麼這個歷代的科學家呢 都相信核融核在不久的未來會實現 但他就還沒有辦法做到呢 就想問一下中間出的什麼 什麼樣子的困難點 所以想請教一下張教授 好那當然其實最困難點是 他本身的物理問題 那核融核他其實牽涉到很多東西 很多的層面 那他其實我是一個 一個我們叫複雜系統 那在複雜系統裡面你就很難去控制他去掌握他的行為 所以本身物理上其實有很多的東西要需要去突破 那其實這幾年其實已經非常接近 其實已經突破很多東西很多問題了 那其實已經接近要有能量產出了這樣子 那第二其實 人才也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能以台灣的角度會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各個領域都在希望有人才 那核領域這一塊或者是真正核融的反應是電降物理 這一塊台灣能夠投入的人才 或訓練出來的人才是相對少很多 那當然接下來就會有經費的問題 那剛剛講科學上的問題之後 你要實現他還會有接下來工程的問題 然後工程材料 那這一塊都是 其實本身他以這個角度來 其實他在物理上工程上 就是有很多東西都還在突破 OK了解 那接下來我想再繼續像張教授請教 就是這個核融核的技術層面的部分 那根據我這邊的資料就是其實有蠻多科學家 對核融合的方法提出一些假設 那包含目前最被主流支持的其實大概是分兩個 那第一個是這個慣性控制融合技術 就是ICF 那另外一個則是磁場控制融合技術 MCF 那是不是能夠先請張教授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ICF的這個技術原理 然後還有就是他現在的發展狀況 那第一個就是慣性控制融合 蠻有趣的是他叫做用慣性 所以意思是說你任何物質都有質量 所以他的移動的速度是不可能是無限大 他要任何從某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 都需要時間 是有限的時間 所以慣性控制融合其實他是 另一個則其實是沒有控制他 只是靠著他本身質量 所以有限的質量 所以他離開需要時間 所以我在他是透過快速壓縮 先把一個你要的燃料快速壓縮 達到他能夠產生融合反應的條件以後 那他會想要離開這個系統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在他離開系統之前 趕快反應完 所以這就是一個關鍵控制融合方式 就是快速壓縮讓他在離開系統前 趕快反應完 了解 那我另外想猜想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個ICF跟MCF 他的後面是說寫的CF 其實是confined and fusion 就是說約束融合或是控制融合 那所以他看起來MCF的方法其實是不太一樣 但是要做的目的是相同的 所以是不是能夠想 就是再請張教授幫我們繼續介紹一下MCF 那MCF是本來就是他會在另一個regime 就是說他實際是透過磁場去控制材料 那其實在我們要產生融合的條件都要高溫 所以所有的粒子都會變成我們所謂電降態 就是帶電粒子 那帶電粒子很有趣的是 他看到磁力線的時候 他會繞著磁力線轉 那繞磁力線轉代表說 他其實可以沿著磁力線走 那所以磁場控制融合就是我去設計我的磁力線的走向 我就可以去控制粒子怎麼跑 那現在最有名的是我們所謂Token Marker 他就是把磁力線圍成一個甜甜圈的形狀 那甜甜圈這是一個封閉的磁力線 所以帶電粒子繞磁力線 只要他就在那個甜圈裡面一直繞一直繞 所以這是我們用磁場把它控制在裡面 那控制久了他總在這邊繞的過程中 他總是有機會跟其他的燃料碰撞 以後可以產生反應 那所以他是把材料控制在那個範圍內 當然也要高溫 但是他就是控制很長的時間 讓他有機會可以融合 了解 那說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會很好奇 就是目前核融合的技術到底實踐到什麼地步 那其實這兩年 這個核融合的科學研究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進展 比如說這個韓國的人造太陽計畫 之前創下就是在1億度的超高溫底下 而且有運行48秒的紀錄 那這個比目前所有就是其他的人造太陽的project 核心溫度都要再高上了這個7倍 另外是在5000萬度這個領域呢 法國的West 也實現了核融合長達6分鐘的紀錄 所以這些成就可能都是科學家在5年前或是10年前 比較難想像的 所以有一位這個princeton大學的科學家呢 就有表示說 核融合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 其實有受益於AI的幫助 那因為AI能夠提前預測實驗裡面 就是可能發生的不穩定現象 讓科學家能夠更安全 或是更大膽的去進行實驗 所以想請教一下張教授這個 所以最近幾年的核科學發展 AI是不是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應該講說 AI開始在研究上 有它的幫助的角色 那譬如說 其實在2022年年底 前年假如大家有看新聞 美國的國家電火實驗室 NIF 他們就是做了一個很好的成果 就是他們是用 冠心控制融合的方式去做 那他們是用雷射去 透過一些方式快速 用雷射的能量去壓縮吧 才產生能量 這個就是剛剛的冠心控制融合的方式 那他在設計這個雷射的 我們講說 就是雷射的光強度隨時間變化 這一塊 他其實有引入了一些AI的技術 然後配合 模擬跟實驗 模擬跟實驗的結果的training 然後再去predict 預測我應該要怎麼去設計 我的雷射的 我們講profile 雷射要怎麼隨時間變化 然後才有達到他們前年的那個實驗成果 那這是冠心控制融合方面 那其實實驗控制融合方面 大家也開始剛有提到不穩定 那我們不穩定 這件事情大概很難去避免 那所以反過來就是說我們能不能預測 然後在他要變成這個不穩定變大的時候 去避免他 就很像 有點像人跟人交往 總是有點情緒不好 那你怎麼去在避免對發大爆情緒整個爆發之前 我們可以安撫對方情緒 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AI就變成說透過很多的實驗數據模擬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在後續的實驗上我們就可以預測 電漿就是這個融合燃料或電漿開始有一些不穩定的事情 要發生的時候我們怎麼去防止它 或是它的位置開始有移動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把它導正回來 那這個就是慢慢開始在AI在這一塊已經有開始介入 這是已經應該已經有真的介入 那其他的更多的研究 很多AI的prediction都會慢慢再進來這樣子 了解 所以這個目前看起來這個技術 它的這個是充滿希望的 對那我想這也是全球不少國家 就是跟公司積極投入研究開發的原因 那像是美國啊中國的目標 其實是在2030年的時候去進行測試發電 那英國是2040 日本的話呢 則預計是2005年左右要實現核融合發電 那這些國際趨勢呢 就是台灣其實也開始了 由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來主導 那從2023年呢 年初就進行了磁約束高溫電漿研究 那這個計畫呢 是要興建一個核融合的這個實驗設施嘛 那預計在2027年的時候完工 那像因為陳大喜作為這個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的這個長期合作單位 其實也在這個電漿領域呢 有重要的這個就是研究的角色 所以就想請教張教授 對於這個計畫的這個 是不是能夠請您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那這個計畫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其實我們結合全台灣的幾乎所有相關領域的人才 所以其實他包含了陳大團隊 我們陳大這邊有三個團隊在我們電漿所 兩個團隊跟我們有個前瞻電漿中心有一個團隊 然後再來有清大的團隊 然後國網中心的團隊 所以至少五個團隊 那其實陸續還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團隊慢慢還會再加入 那所以第一個是說 剛剛有稍微提到就是人才是很重要的 那人才你要能夠吸引人才進來 我們需要有一個實驗的平臺 因為人才最後總是希望的地方可以發揮 所以這在人才上會是很重要 那第一個是在技術上 就是說我們其實要趕上對 趕上國際甚至有機會超車 那必須要蠻早的時間在投入 就要投入了 那假如說等所有技術都已經上來了 那變成是說所有技術都掌握在其他國家的手上 那變成說我們最後就只能花大錢去買技術 那所以其實在人才上 在技術的掌握上這都很重要 那實際上其實雖然台灣人人才相對小 但是還是有些關鍵人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技術 這個計畫不只是要趕上別人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可能實驗設施上 我們的確過去沒有 但是我們在理論 在模擬這一塊其實還是有蠻多的捉摸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機會透過這計畫 趕上 真的是趕上 趕上其他國家 那甚至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超車 那當然這是很大的願望 那我們至少能夠 至少參與到這個整個研究裡面 那就目前來說其實有非常多國家都投入這樣子研究 那但其實核融核反應 它非常重要的原料 穿在地球上的儲量其實是非常稀缺的 甚至說需要人工的核成才能夠取得 那目前其實只有加拿大一座核反應爐 就是有在生產商用的穿 那所以導致這個價格也是飆漲 所以其實就會有點好奇啊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研究或是說這個投入商業應用 它其實是一個高成本高技術投入的 那所以目前如果說 以這個從財政預算的角度來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早期投入研究 與其說等待其他國家去發展完 然後我們輕輕採購 那我們先行進來研究 還有沒有什麼樣其他的一些優勢 或者好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應該講說 其實核融核這個研究裡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課題要去克服 那所以剛剛有提到穿這一個部分 那實際上我們在核融核研究的時候 很多大部分在研究的是怎麼去控制這些燃料 就是其實是電降物理 那所以它有些不是需要碰觸到那麼高成本的問題 還是可以去做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 它需要很高的成本我們就完全不做 而是我們可以去挑關鍵的問題去克服 去study去瞭解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人才這一塊我覺得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假設說我們都不投入 那20年後30年後真的開始人家運轉 我們會發現我們沒有任何的專業人才可以去處理 或者去發生任何問題我們沒辦法去處理 那所以我覺得人才是 其實是這個時間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技術當然我們就是要挑關鍵的技術去突破 而不是去以經濟的角度我們假如打不贏 謝謝那個今天的分享 那另外就是說因為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 跟核融合的技術還有話題 所以相信大家其實對於這一塊也會有更多的了解 那不過因為過去其實有比如說像三里島啊 然後或是說車諾比 然後或是福島這類的這個核災事故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所以大眾對於核融合發電的安全性可能也還是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也想請教一下張教授 是不是能夠幫我們科普一下就是說 未來啊如果有核融合的發電廠 那它跟現在的核分裂的這個發電廠比起來呢 它的安全性是會不會比較高呢 然後再來說會不會有像核廢料這樣子的核安爭議呢 那我覺得我們以安全角度 我們就分兩個層面是核電廠當下跟核廢料 那核電廠當下核分裂跟核融合很不一樣 應該核融合跟核分裂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核分裂我們其實是透過所謂的 連鎖反應 意思是說它啟動以後它很難停下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它的產物會一直會有輻射線 那所以它其實會一直有熱出來 那以連鎖反應產生熱它會不斷有熱 所以它會大最大三里島這個都是我們講熔爐的問題 因為你沒辦法去控制它的溫度 好但核融合的話 因為它其實是我們其實是把兩個離子把它融合在一起 它其實相對困難 所以意思是它很有趣的是 當它的核融合反應的條件不在了 假設比如說你有任何外洩或者是爆炸 假設有這種這種狀況發生 那它其實瞬間它能夠核融合反應的條件就不見了 它就自然就停下來 所以在以電廠的角度來講 它是相對安全的 因為只要有任何的不符合它能夠融合的條件 它馬上就停下來 因為它這麼難達到就代表它要停下來是很容易 所以這是這一塊 那另一塊的話是核廢料 那核廢料的話 因為核分裂的產物都是我們講高階的輻射的廢料 那它的半摔期基本上對人類的時間尺度來講是無限長 那核融合它其實現在大家想要產生的方式是到家穿 那它的確會產生中子 那它造成的輻射的話 穿本身是輻射有輻射的積量 但它本身就有輻射線 但是它的半摔期是12年 大概10年 所以一百 意思是說一百年之後 它的輻射劑量就少了大概一千倍 一千分之一 那所以穿的輻射不會是蛋 它可能一開始有它很快就沒有了 那可是它的產物裡面的中子會是比較麻煩 那它會造成周邊環境 打到周邊環境以後產生有點輻射劑量 那這種輻射劑量大約是我們所謂的低 低低低 low radiation就是低輻射的輻射劑量 所以它可能就像醫院裡面 你去照X1產生的這些輻射的那些污染這樣 那所以它第一個它的輻射劑量是相對低的 然後第二個它也不會因為輻射劑量低 所以它不會一直有熱產生 那麼多的熱產生 所以不需要像核分裂的廢料 它必須用水冷卻 未來長時間放你要用空氣冷卻 它其實大概不需要這樣冷卻 那大概就會是像譬如蘭嶼的核廢料 那個其實是低階的核廢料 這樣子的儲存就可以了 所以以這個角度 以核污染的角度它又會 它是好很多的 那當然假如說另一個會是武器的角度 那基本上核分裂拿來做武器是相對容易 核融核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也沒有多少武器真的能夠出來 所以它因為它太難達到了 所以它反而是是相對安全的 了解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張教授來我們節目 跟大家介紹了這麼多就是這個核融核科技 然後還有它的這些願景 那相信看完這一集的觀眾朋友 會對新一代的核能技術也會產生很多興趣 那同時也希望台灣的科研團隊 能夠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謝謝張教授 那也謝謝觀眾朋友的觀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囉 我們就跟張教授一起 向觀眾朋友們說聲掰掰 大家喜歡今天的節目嗎 喜歡的話請點擊下方訂閱按鍵 開啟右側小鈴鐺 還可以按讚粉絲專頁追蹤IG 加入上科的LUNCH社群 以及Discord科技傳播太空展伺服器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